笑了 我家宝贝最漂亮了 是不是 爸 孩子给我 爸 孩子给我 爸 别动 爸 孩子给我 不行 爸 孩子给我 孩子给我 爸 孩子给我 别动 爸 爸 孩子给我 爸 爸 我求你了 来 给我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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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 医生说了 这孩子必须得进保温箱 我的孩子很健康 他不能进保温箱 周岚 这孩子不足月 羊水破了又腔扰 医生说了必须得进保温箱 你骗我 咱俩 他不能进保温箱 他是个很健康的孩子 他为什么要进保温箱 我 你听我一次行不行 这孩子 必须得进保温箱 你骗我 我的孩子 鞋子 鞋子 把我求求你 鞋子 我求求你 别再叫我的孩子 竹森 把我求求你 把我求求你 用你被叫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求求你 别再叫我的孩子 我愛你 爸 爸 孩子还我不能爸走 爸 爸 孩子还我不能爸走 爸 爸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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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笑笑能跑到哪儿去呢 这孩子就没有不给他妈添乱的石块 笑笑 笑笑 好像人喊笑笑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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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 哎 哎 哎 冯萱 你没事吧 笑笑 回来 你往哪儿跑啊 还嫌你女的后小吗 我倒是让你们给逼出来的 笑笑 听妈话 该跟妈回家 你不是我妈 笑笑 你就跟妈回家 妈不放心你 我不回家 回家 我说了我不回家 我信你这事呢 你 放手 秀和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秀和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秀和 我告诉你 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 我也告诉你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儿 我一天打你八遍你信不信 秀和 别跟咱姑娘这样讲话 咱闺女 下辈子吧 怎么了 你认我后悔了 你认我后悔了 对 我是后悔了 我后悔当初为啥不劝杜鹃 把你给扔了 秀和 秀和 你说的什么话呀 好话 你就不应该养他 秀和 想想 他可是你的孩子 你不养他也就算了 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呢 我的孩子 我可不敢有这样的孩子 等等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说清楚就说清楚 你别瞎说 你还愿意戴这个绿帽子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亲妈 是不是 对 我根本就不是你亲妈 你说什么 我不是他妈 秀和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都是你的主意是不是 你想想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你怕我离开你 你怕我走 所以你才会这么说的 对不对 不是这好赖的东西 秀和 你干嘛 你干嘛 把东西我开开 你干嘛 你干嘛 把东西我开开出去吧 你放开我 秀和 你放开我 我们开开 你放开我 我们开 秀和 秀和 东江 你干什么呀 秀和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秀和 你们放我出去 秀和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再不教育教育 他都在上天 秀和 你怎么跟孩子一样呢 你别别 秀和 快把钥匙给我 不给 不给 秀和 秀和 我告诉你们 你们损得住我的人 但是你们损不住我的心 杜鹏 我告诉你 我恨你一辈子 你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晓晓 你别着急 妈 妈这就想办法 这就放你出去 天天没有啊 都叫你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开门 晓晓 都是妈不好 是妈不对 你给我闭嘴 你天天一口一个妈 一口一个妈地说着 你是谁妈 你告诉我你是谁妈 我 我不是你妈 这就对了 我就是说嘛 我怎么可能会有一个 像你这样幼儿又小的妈妈 这下可好了 从今天开始 你和我 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晓晓 你给我提开 晓晓 你怎么样推你妈呢 我给你听了 他不是我妈 我妈 我没有像他这样的妈妈 晓晓 你本身都出戏了 这样您爸多伤心 还会跟我玩山情是吧 这是你们俩给我眼泪出戏吧 晓晓 晓 你太过分了 她可是养育了你十几年的妈呀 凭什么连您也这么说我 对 你这是不孝你知道吗 周老师 杜娟 这都是我做的你 晓晓 你有什么怨气 你 就冲我来 让老天爷的惩罚我 你们两个喝几祸来骗我 我告诉你 我恨你们 笑笑 杜娟 杜娟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害了你 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周老师 你 你别这么说 是我 是我没教育好孩子的 是我没教育好孩子的 是我做的你 是我的错呀 我是他的亲老爷 我太多了 我不想做的 我太多了 是他 我太多了 我觉得她是在买的 我太多了 我太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老师 周校长 怎么说周兰她是笑笑的亲生母亲 我当年啊没有选择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 我也不能把笑笑扔了 周校长 你别难过了 周权啊 我今天来了 本来是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可我又担心 你们听了受不了 我更担心 晓晓要离开你 你会很痛苦 可我没想到 你辛辛苦苦地把她养这么大 她却这么对你 让你更伤心 周校长 孩子们 她都有些小脾气 等过去了 就好了 晓晓她一直对我挺好的 现在 咱还是把事情赶紧告诉周老师吧 不 多久啊 为了稳妥点 咱们还不能一下子就把情况告诉他们 我怕他们受不了 要不这样吧 咱们俩分头 我去找兰子 你去找晓晓 先跟他们透露一点情况 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 晓晓 你会不会有什么事